歡迎各位觀眾 我們剛才報道完時事新聞後 正式開始玩具TV 第26季第20集 當然大家必須留意時事新聞 除了必須留意時事新聞外 當然我們會介紹今次的玩具 很少可Hot Toys會打頭炮 不好意思 應該在沒有停播的情況下 今次是我們史上最遲開始的 無他就是要設定這組東西 要介紹的就是已經出了一段時間的 Ironman Mark IV Ninotech 與這個機械臂 其實我相信大家有玩的 神組已經進入了 但沒辦法 因為我忘了一張單 所以我要今時今日才可以拿回這一盒東西 還要失去我的水 怎樣也好 順便帶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阿迪現在正在計劃一下 全景 是 其實不需要多說 本身你會見到 如果大家早前有入到這個Mark IV 基本上都不需要再介紹 反而我想將大家的眼睛 注重在這個機械臂身上 你會見到本身其實就著配色來說 同樣都會和這個Ironman Mark IV一樣 用了這個黑底和這個粉藍色去做這個間隔 當然其實就著情報量和條文來說 是分布得非常漂亮的 無可否認 坦白說 其實就著Ironman 我沒有錯過任何一隻 除了那隻 灰版的Mark III之外 我是全部齊 Mill的嗎 都是Mill的 其實算不算Mill還是City Things 我不是太記得了 不是的 那隻我都有 是MISS那隻 是Ironman Mark VI的Promo版 只有16隻 沒有地台 沒有地台 有頭雕 閹割版 但是全世界只有16隻 我是MISS那隻 其實我全部齊 所以我這隻一定是Double Double的原因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次這一抽 是出得非常精彩和很合適的 所以也想麻煩 雖然已經啟燈了 看下去的觀感好些 但是因為沒有3A電的關係 我就試不到台座 嘩 多方便 好 這個就要放在後面 一會兒先 好 麻煩了 用你專業的角度 慢慢地計劃每一個細節 你會見到 鼻的可動其實有很多 還有很緊的 這裡本身有這個左右 上下 你聽到聲音就知道多麼穩固 另外 這個正常的支架 你會見到 這裡的油壓是跟著動的 這一節 這一節 飛上來 本身前面這一節用了透明件 你會見到一些小的軟膠製的 勾扣 方便你到其時把手放進去 那時候 他就拆回你的上臂甲的位置 好 好 前面 雖然未必拍得很清楚 我先打側一點點 你會見到 空甲扣 這些細節位 全部都有很多的關節可動 前面的機械臂 一 一 二 三 四 四個關節都可以動 這裡基本上一樣 我不多重複 看到本身的台座 也是 可以拆開摺疊 收過的時候 比較簡單 都是拍完就可以了 這裡也是 後面這一塊 左右 這個可能遮蓋了一點點 可以的 行不行 好 你會見到 真的蝴蝶關節 上臂 連上油壓可動 這個才精彩 頭盔的收納位 它那個爪 是每一個細節 都可以動 的 所以基本上 純粹玩過假 你都會有時間 玩的 不過坦白說 如果你真的說 買這一招東西 那時候 我是幾 建議 或者你不能選擇 你真的要玩玩玩具的話 這個你真的不要擺倉 你真的要 製造出來 整件事就會完美很多 好了 就這樣 看一看一看 一隻 雖然本身真的說 要介紹這隻 其實就沒有什麼 我不會花很多時間 去說 不過就著 設置 和一陣子 我收回 入盒 我相信都會 非常之慘烈 那麼 沒有什麼特別好說 就是介紹的 就 就介紹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 還有多一句 玩具 其實真的 Depends on 你喜不喜歡 價錢 就無論 升同跌也好 自己喜歡 玩了開心 那你就贏了 肯買 或者肯落街執 就能擁有 稍後見